甜心教主王心凌参加综艺节目《乘风破浪》 一开播就唱跳经典成名曲《爱你爆红》 最后夺下总冠军 再次迎来新一波的事业高峰 目前传出她即将与五位女星一起出演综艺《星星的约定》 节目招商金额在近日曝光 王心凌的价码整整比Jessica领军的另一档 乐队的海边多出两倍多 身价相当惊人 《乘风破浪》一共推出两档团体综艺 《星星的约定》由王心凌领军与阿娇 吴景岩 黄小磊一同担任班底 另一档乐队的海边则是由Jessica 余文问 刘恋 赵梦 张力 张天爱 其他未担任班底的姐姐也会以飞行嘉宾形式登场 两档节目近日流出招商价目表 其中 《星星的约定》总招商的名额超过4.1亿人民币 《独家冠名》就要2亿人民币 《星星的约定》光《独家冠名》金额 就比乐队的海边的总招商金额1.75亿人民币多出两倍 而其中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王心凌 她在《乘风破浪》成名后带来巨大的流量 也为芒果台获得相当大的收益 微博上有网友曝光 《星星的约定》所曝光的照片和影片 拍摄地点是在云南省的大理市 一片山光水色下 五个人悠闲地骑着脚踏车 随着王心凌和其他班底除外 还可以看到汪东成的身影 众人纷纷猜测 第一集受邀的特别来宾就是汪东成 甜心教主 40岁还跟以前那样长相甜美 会唱会跳 最重要的是王心凌又努力还有实力 和她甜美的外表有着截然不同的坚毅形象 5月20日参加励志成长音乐竞技综艺 《乘风破浪》第三季 在《乘风破浪》舞台上 王心凌的一首《星星点灯》获得了第一名 当王心凌唱起了这一首歌 8090后的一下子让人回忆满满 时隔多年 王心凌为何能够再度爆红呢 因为王心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是多少人过往的青春 王心凌当年非常的火 每张专辑都大卖 很多进去成年高居榜首 后来她沉寂了很久 现在重出江湖 粉丝们的激情立刻被唤醒 王心凌能够爆火是情怀 是多少人的青春记忆 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记忆杀 不管王心凌多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 当她站在乘风破浪的舞台上 伴随着爱你的响起 记忆的匣子就如潮水般打开 那些远去的青春 也向这群8090后扑面而来 当一种原本熟悉 但是多年不见的东西突然再次闯进你的生活 让人有一种找回曾经的美好的感觉 不得不说 这首歌的确是经典中的经典 很耐听 旋律轻快 即使是多少年的唱法 依然不输于现在的时代 年近40岁的王心凌身材依旧纤细 在唱跳中表情灵动 歌声稳中带田 与当年的声音一模一样 时隔多年再次登台表演 她的唱跳功底丝毫未打折扣 毫不违和 有人说她在装嫩 其实哪个人不会老 只要心态年轻 那就是无敌 而且她做到了 她将年轻无极限完成的可谓是完美 而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所一直追求以及向往的吗 哈尼说称爱你 甜心教主依旧很甜 谢谢大家